我們是六點八班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非洲世界之下 阿富西拜勒選調 他位於埃及喔 請不要把他聽成阿富西法拉 阿富西西西 然後他的地理位置是在非洲的北部 埃及 非洲的這裡 然後他也在埃及的南部邊界 然後 也位於尼羅河上游的蘆果旁邊 然後地理位置 他那個 因為尼羅河雖然常常氾濫 但人民都很喜歡他 因為他那個氾濫的時候 會帶來肥沃的土壤 但同時也會造成附近的滑子被淹沒 然後呢 接下來他們會提到要那個 搬遷神廟位置 然後我們交由下一步就來解釋 為什麼要搬遷 因為他淹了他會繼續蓋 淹了他會繼續蓋 所以居民就會浪費很多錢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清建雅斯文水霸 但清建雅斯文水霸 就是要把神廟往後遷移 在搬遷過程呢 因為他們怕把老王的臉變成刀疤男 所以就只好將他的頭切成一塊 然後身體再切成很多不一樣大 就一樣大小的一塊一塊的 搬遷後對世界的影響 雖然他搬遷後有 只是可以促進觀光 也能帶動經濟效益 但很多人也很多人認為 古蹟修復完之後就不是古蹟了 所以古蹟修復完是需要大家省私的 讓換下一位同學 如何變成世界遺產 一般國家他都會先寫出預備門單 然後選出遺產 列出他們的優點 之後他們的報告會先去審核 然後審核後會送到世界遺產委員會 委員會他就會審議資料 為什麼台灣沒有世界遺產呢 之所以台灣沒有世界遺產 其實是因為台灣他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數的遺產 只是因為不是會員 所以沒有世界遺產 一般被列入名單的遺產 如果手換 他會有搶救的動作 例如古蹟修復 而阿富貴班的神廟 他是唯一一個先被搶救 才被列入名單的神廟 歡迎一下陳小雪 為什麼阿富貴班的是世界遺產呢 因為根據保護世界文化 還有自然遺產公園 他的分類是在文化遺產之中的 然後理由呢 是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者 做一種創造性的天才傑作 那天才在哪裡咧 古代嘛 什麼東西都很落後啊 可是古代愛潔的精準就是跳 然後讓太陽明明之後 在2月21號還有16月21號 直接走進洞裡面最深處 而且只照在拉米西斯二世的神像的身上 比較光是神的基礎 因為光是神的基礎 這個就是拉米西斯二世 等一下會介紹拉米西斯二世 跟你說他這個 那我們一直講阿富貞代樂神廟 那為什麼當時要見阿富貞代樂神廟呢 他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像 埃及南方的努比亞這個國家 宣誓自己的國威並鴿骨 他自己宗教的地位 然後死後用於歌頌巴米西斯他自己 然後呢 因為他旁邊還蓋了一棟小神廟 那小神廟是要 原本是為了要蓋女神 但他實在是太愛他的妻子了 於是呢 他決定把那個神像的臉 蓋著他妻子的臉 那講到阿富貞代樂神廟 那要不得不指導拉米西斯二世 拉米西斯二世是哪根蔥呢 他也不是一蘭三星蔥 是一個古埃及的法老王 他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個簽訂國際協議的 一個法老王 他有180公分的高調身材 然後有金色的頭髮 並且有深邃的雙毛 還有挺立的鼻子 並且有強壯的體格 是埃及的高腹帥 然後呢 他總共有200多名飛騎 100多名小孩 就非常非常的厲害 接下來結尾要為大家補充 是大家可能從中會把埃及還有古埃及搞混 其實埃及呢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埃及黨 然後他在古埃及面絕後 先後被阿波、布爾齊、法國、英國等多國佔 然後在1922年的2月28日 英國被迫成立埃及土地 那古埃及時期 古埃及是他分為許多的王朝時期 那最後因為外祖的侵略而厭倦 那他製造的特徵是大家都知道的 有很多的金字塔、神廟 以及我們現在介紹的阿布希拜樂聖廟 這是在土耀及時期建立的 那我們這組的報告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